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做了兩個星期運動,吃少了東西,有沒有瘦一點? 有沒有那麼包包麵? 應該不是很覺得的,不要緊 我會繼續努力,會有成果的 今天是10月用什麼,一樣集合了一些我覺得很值得跟大家介紹的東西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千萬不要錯過,我們現在馬上開始了 頭兩個都是跟電話有關的 首先不是說電話,而是這裡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鏡頭旁邊有個框框? 沒錯,就是這個鏡頭的保護貼 原本我是用這類型整個蓋子吸進去的鏡頭保護貼 然後最近轉了做這個,三個獨立的 它旁邊有個很幻彩的框框 很搭配這部紫色的電話,我自己覺得 以前買電話是很怕爆音的 現在我會怕爆鏡頭多些 因為外面很多手機殼其實已經做得很好 保護性很強 我們跌落地的時候,螢幕已經沒有以前那麼容易裂到整個蜘蛛紋 其次就是換這個鏡頭,比起換螢幕是貴的 現在換電話很多時候都是想追求拍照再美一點 拍片再美一點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element 所以我也覺得是要保護得好一點的 我用了這兩種有什麼分別呢? 我覺得整個蓋子吸住的時候,它是比較多的 而且一裂的時候,因為我也是整裂過的 這個會一裂完這邊,它不小心很容易延伸到其他鏡頭 然後如果這個單獨,它列這個就是這個 它不會這樣移動過來,它是完全沒有膠摺的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整個蓋子蓋起了 這個它是用回本身,它們只有鏡頭蓋起這個設計 就要看一下你自己的喜好 然後第二個原因,當然是這個幻彩很漂亮 非常膚淺 對,價錢方面呢 我是阿哥送給我的 我唐哥是賣這些電話手機配件 但是我都幫大家問了 它賣是賣80元 我不知道外面的範圍是怎樣 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如果找不到又有興趣 我阿哥的檔口就在中環 你們可以IGDM我 那就不是廣告來的 我純粹是用家分享的 兩款都是不會影響拍片和拍照的質素的 這一點大家可以放心 然後第二個要分享的就是它 究竟跟手機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它是來自無印良品的 正正方方一個膠盒 然後中間有得扭的 究竟它是什麼來的呢? 答案就是充電線收納器兼手機座 怎樣用的呢? 我們首先打開它 我們拔一拔前面 就可以把它打開 然後中間看到這裡有個圓形的 隨便拿一條充電線 然後把中間那個位 然後剛剛好卡下去 它這裡的粒槽 旁邊會有兩個孔 這裡會有一個粒位 然後下面這裡一樣有一個粒位 卡好之後我們就可以刪改了 然後就一路這樣拔 後面這裡一路拔 一路拔 拔到兩邊 你記得剛剛把線放進去的時候 要平衡的 你會看到 它就這樣收好那些線的了 非常之方便 你如果想拉長的話 兩邊一起拉 然後你要扭的時候 中間扭回 又可以收回 是不是很正 然後手機座怎樣做呢? 就是後面這裡有一個粒位的 你一推 看到這個位 它就會推出來 然後你就可以坐手機 在這裡 你可以一路看著你的電話 然後一邊拉長去充電 駁你的一個 portable 非常非常方便 但是重點 不是功能這麼簡單 功能 而是價錢 它是十五元 是不是很划算 是不是很值得 去擁有 接下來去旅行 又方便 平日出街的時候 又方便 它完全把整件事變得很整齊 放進小袋子 一點都不會佔空間 所以 這個是我今個月 記得記得要跟大家去介紹的 下一樣在化妝片都有出現過的 但是真的很喜歡 所以再在這條片 要跟大家介紹多次 就是Benefit 他們最新出的一個彎月眉筆 為什麼我會這麼喜歡呢? 就是它代替了眉粉的地位 看了我影片一段時間的觀眾 應該都會知道我是眉粉派 我是不會用眉筆的 唯一比較容易控制到 就會是直穿手的武士刀 但是我就很難拿那支筆出去 給別人刨 所以久而久之我很少用那個眉筆 就覺得用眉粉很方便 之後我遇上到它 我都沒有想過 這麼多年來我都收過不少的眉筆 我都有買過不少的眉筆 我都是搞五點的 覺得畫出來很硬斑斑 而且不會控制的角度 它是可以做到眉粉的效果的一支眉筆 是很神奇很驚喜的一件事 但是今天我眉筆不是用眉筆的 坦白告訴大家 我去了補色的眉筆 所以現在是沒有任何滑眉的 有用少少眉霜 但是沒有畫到的 我喜歡它的地方 今天可以詳細說 化妝的時候 我經常都忘記說它有什麼好處 就是它夠扁 如果我要畫它的眉尾的時候 打滑就可以了 然後畫眉頭 它的長度又剛剛好 打動這樣去畫 就剛剛好 是這個眉頭的長度 非常之完美 真的唯一的缺點就是它容易斷 我真的斷過兩次 所以就要這樣移一點出來畫 就夠了 不要移得多 它啪一聲就完了 再來是一個洗澡的產品 它是來自Crab Tree & Adeline 是他們的Shower Milk 然後這個呢 就會是Goat Milk & Odds 包裝是很簡單的 然後上面有一幅 我覺得沒有什麼關係的照片 最重要就是它的味道 是很純情 這樣說會不會很奇怪呢 但是呢 會像小朋友洗澡 但是會比較香一點的 然後呢 會像一個很乾淨的家 剛剛洗完的床單 是那種的味道 不是那種很甜 或者是花香 或者是果香 不是的 剪了一點出來 它是這種Lotion狀 然後是起泡的 我現在這裡沒有水 但是呢 真的很舒服 現在這個季節用呢 我覺得是剛剛好的 不會太清爽 但是也不會太滋潤 它是有少少的保濕 然後很滑 然後沖完水之後 你再用Lotion 不會覺得負擔很重 所有東西都是剛剛好 所以這一陣子 我就很喜歡用它 我放在長洲這裡 每次都很期待洗澡 Skin Care方面 因為轉季 我正在試很多不同新的東西 有些很棒的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這條影片就不分享了 然後呢 很多很多朋友 跟我一樣都是酒鬼 然後就問了我很久了 有什麼酒呢 是推介 之前跟我買都覺得很棒 我不是隨便推介的 最近呢 我終於喝到一個 是覺得 嘩 不得了很好喝 想跟大家說 但是這個呢 就會比較偏向烈酒 如果你的酒量 不是太好的朋友 未夠18歲的朋友 就跳下去了 這個是一支 GIN來的 它是來自HENDRIX 這個是我朋友送給我的生日禮物 然後我一晚呢 就已經喝了這麼多了 是啊 這個酒精濃度是43.4% 不是說一夜可以把整支 就算酒量好的人 我也不建議 以健康為主 真的少少喝少少移下情就好了 這個呢 為什麼我會說這麼喜歡 就算它的酒那麼濃也好 它一打開 它是香的 它是有花香味的 它是香到可以做室內擴香的程度 哇 真的很棒 是女生呢 可以騙女生的酒 我會用來混淆這些湯尼的 非常之容易 沒有技巧就是這個 再加上這個GIN 會變成外面的GIN湯尼 對 外面百多元 是完全不需要什麼調酒技巧的 這個再加這個就可以了 比例就要看你的酒量 我自己其實不是喝到很多 因為它的酒精真的比較高 所以我想這一瓶就混合三分之一左右 對 倒進杯子裡 還有這一款梳打是比起浴泉那一款 我覺得沒那麼像 對 它比較溫和一點 對 喝下去是順口一點的 大家都可以試一下 對 不難買的 這個我看到HKTVMORE 超級市場都買到的 來到今天最後一件東西 是非賣品來的 但是真的很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的鄰居幫我做了2023和2024的行程 它真的很厲害 絕對要公開表揚它 有個封面 它幫我包起來 其實本身是無人那種的行程 裡面是什麼都沒有 但是呢 你會看到每一頁 它都幫我做了一些很漂亮的貼紙 寫好所有的日子 還有呢 初一十五呢 它幫我抹下要去吃齋 有什麼生日 節日 是為什麼要放假呢 它幫我寫好 然後呢 它是 超有心思的 你看到二月可能情人節 它就做了這個貼紙 然後 然後三月 很可愛啊 它說我喜歡喝酒 所以看到這個有啤酒 一定要做給我 四月是它生日 它喜歡黃色 然後五月是小吉生日 所以是貓貓 然後六月 七月 你會看到全部都是非常配合 八月 然後有九月 九月是我生日 所以有Happy Birthday 然後十月是Halloween 總之呢 就由二零二三年 做到二零二四年 兩年的Schedule 真的超級感激它 我覺得是比外面更漂亮買的 非常非常之有心機啊 對了 Anyway 今個月就是這麼多 如果大家有興趣 不是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的話 記得給個like 和subscribe我channel 我每個禮拜都會分享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更早3 和星期日更早12點 我們下條片再見啦 Bye 上次有人留言說 上片沒見到你啊 不行啊 哈哈 要打喊爐啊 好啦 那我們跟自己說 拜拜啦好不好 拜拜 拜拜 我們去玩吧 好嗎 睡醒了是不是 對啦 好啦我們走啦 喔 喔 걀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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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